YDM智慧禪 真有本事 智者不在意地位成就 在意于凭什么才能得到地位成就 真本事不患没有公民与地位 妈祖慈悲 妈祖慈悲大家好 本座义德妈祖给我们的智慧禅仪式 真有本事 也说你真的要有本事 他说住者不在意地位成就 在意凭什么才能得到地位成就 真的本事 有真的本事 你不患没有公民与地位 这个产业让我回想到顾问年轻的一个职业 我刚毕业到一个大企业电脑中心当科研 从最继承的一个职业开始做 第一人发联中掌机 我们大概只能花个两万块 两万块 可是组长我看他好棒 他的红包袋 一个红包袋装不下 用好几个红包袋装 所以我就好羡慕 所以我想赶快来当组长 我当我组长的时候看到一个科长 那科长可以拿到快要二十万 那不得了 他说一栋房子才不到八十万 就可以买房子 他问说好羡慕 厚厚的一点 所以我当组长的时候都想什么 当科长 我就很努力 看到科长拿这么多 我就跟他私下感情很好 跟他讲的我好羡慕 我哪一天可以这样 他就跟我讲 说你只要是一颗钻石 你埋得多深 人家都会发现你的价值 所以你要记得 打篮球 你参加篮球比赛的选手 你不要看看板 有看板的一个成绩 你不要看 你最重要要把你的眼光 看到那个篮宽 要球把它投入这个篮宽 自然呢 看板上的分数这么挺高 自然呢 你的收入地位就会很高 他讲这句话 提醒了我 所以当我升到组长那时候 我开始呢 我一直羡慕要当科长啊 当什么 我就发现本事最重要 我不要去看科长 他一个月收入多少 他年终奖金可以拿多少 而是要去看 我们科长的一个本事 我是不是记得了 所以我的开始呢 注意力不一样 我开始去看我们科长 发现他 董事长还没有下班 他不会下班 他一定比董事长耶 早一点来上班 然后他怎么去批公文的 他怎么样去讲话的 他还会做什么事 沟通啦 协调啦 跟其他单位 他怎么做 我都尽量去亲近我的科长 去学他的本事 我尽量亲近我的科长 我的科长又给我一个关联 那科长呢 他是诸心部啦 主管啦 电脑的一个负责人啦 但位置已经最高了 以电脑那年是最高了 他就跟我讲 我们一座山 我们是三老虎 也就是三大王 已经最高了 当然很高兴 很高兴 那族位呢 族称的最高 收入也是最高啦 那你三老虎 三大王 在这个山当大王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被这个山绑住了耶 我们最多就是三这么高就这样子嘛 你看看M3 M1的山更高啊 我们就绑在这个山当三大王 所以他告诉我他要离职 所以他离职我才有机会生的科长嘛 对不对 但他真的离职啊 他说离职啊 他套到一个工厂去当副厂长嘛 然后没多久都成为他们总经理啊 没多久都成为那个什么 他的负责人啊 股东嘛 这整个都负责了 也有股东嘛 我问啦 我看到了 但这个族位族称 有时候是限制我们啊 那最重要你要有本事啊 你有本事到哪里耶 这个山把你绑住了 你离开这个山到哪个山 很快又上去了 但我这个科长就这样了 所以 妈祖这句话讲得很好啊 真有本事啊 你要看看 你凭什么去得到这个位置啊 那个本事啊 所以各位 同修 一定要去看自己 你的组长上面呢 你不要去羡慕什么组位什么组位 你要去羡慕这个组位 这个人的一个本事 你要去看他的本事 要去模仿他 去学习他 这个本事很重要啊 所以你不要看那个组位 只会只有一个名字而已啊 只会只有一个名字而已啊 那看见你的本事 所以你只要有本事 你不怕没有公民跟地位 就像我那个协长讲的 你只要是一颗钻石 你埋在世界最深最深的地方 人就会把你挖出来啊 展现你的价值 所以 那些妈主的本桌的出飞材 告诉我们 真的 你不要在意 看满上面的分数多少 你要在意 如何把这个球 可以让他投入 男官里面得分 得本事 所以你去羡慕 你的长官 先看看他的本事 你学会了没有 所以你有真正的那个本事才能 你不怕没有公民 不怕没有地位 不怕没有高所得高收入 以上呢 是各位的分享 感恩大家 谢谢大家 妈主慈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